厲害了 今天來了兩位辣妹真的是 辣不死人 不長命 而且她們今天做了一個 高反差的一個感受 以前我們總是另外 認為那個個子稍微嬌小那一位 是海咪咪小姐 另外一位稍高挑的 應該是瘦瘦的 沒想到 長腿瘦身之外 對… 外帶超海咪咪 所以她們今天是講好 就一個露上面一個露上面 妳看我的眼神 本來精神是有一點腿迷的 對… 我跟… 本來憲哥是在睡覺的 對 是… 就一清來賓已經準備好了 就趕快醒來 剛剛在這個休息室裡面 做了一個龜洗大法 對 龜洗大法 剛剛妳也在旁邊嘛 對 感受一下你看那個整個人 進入到了睡眠 猶如好像感覺像派對 睡著之後妳就像一具挺屍一樣 這樣子太恐怖了 妳這樣才有辦法 拿到這個最好的一個休息 對啦 所以我也希望在我們節目當中 因為妳不知道 這個龜洗大法多厲害 怎麼說 因為我阿祖 有啊 有可以 趕快的是來賓 潘慧如小姐還佩甄小姐對不對 歡迎 憲哥… 憲哥好 我 憲哥好 我今天是公下半生的佩甄 阿籃師公下半生的佩甄 我今天比較這樣子 因為我是下半生我就這樣子 是… 我跟你講 所以剛聊到這個龜洗大法 我來先解釋一下 有看到了 我阿祖 我阿祖祖父的爸爸 周公就對了 阿祖就是大概四 五代了 交給阿祖 阿祖交給阿公 阿公交給爸爸 爸爸又交給我 是本祖本人嗎 沒有啦 那這幾百年了 然後就說因為他們是 一種少林的武學 他們學武的人 有這種所謂龜洗大法 後來我就學… 他說兒啊 有一天 我祖父就說 有一天如果你什麼成就都沒有 你就把這個寫成書 應該可以賺得一個身家 而且是傳家之寶 從Soul爸爸就傳下來 怎麼練… 我大概也不需要 靠這個龜洗大法 對 憲哥都不用寫 他直接親身體驗 沒有… 本身已經有一個身家了 我們就靠別的賺錢嘛 表演為大家服務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奉獻出來 當然… 我改天再交給大家 15分鐘的睡眠 等於六個鐘頭的休息 很讚耶 休息15分鐘等於六個鐘頭的睡眠 種植不重要耶 其實本來人家就有說 睡眠重要的是品質 而不是你睡很久 所以你看我那個進去的話 就好像是非常有感情 跟今天的主題一天狗不關心 我都沒有 進去哪裡啊 就是進入到妳的睡眠 兩個會有失眠的狀況 不會耶 我很好睡 超好睡 我也是到哪都能睡耶 對 我在夜店都可以睡 這個還可以 我在行境中的交通工具當中 都睡得更好 對 要比是吧 我火車過山洞的時候我都能睡 那你怎麼會 應該很不禮貌吧 憲哥 你在做那個事的時候 也可以睡 不禮貌嗎 我以為你不知道了 我們上面才訪問過火車過山洞 沒有啦 開玩笑 我們今天要從頭好好來聊一下 好不好 你們覺得兩位的定位在哪裡 我們這個藝能界 我們也算給大家診斷一下 佩甄 妳是個諧星嗎 我跟妳講 我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我要當諧星 可是 你艷星嗎 艷星 也不是 那是什麼 就是一個 好動盛藝人 對… 妳這個說法有一點 妳看我就覺得 妳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說美嘛 也滿美的 但是並沒有美到說 妳可以當個艷星 那憲哥妳覺得佩甄的定位呢 妳認為 沒有定位 應該就是好到靈異了 真的 真的耶 糟了 沒別的 對啊 那慧如呢… 我覺得 我也沒有什麼定位耶 我覺得慧如是甜美型 甜美 但她講話有時候又不是那麼 就還滿有個性的 不會 我能不能了解 但是她樣子是甜美 其實我們認識很多年 我們大概幾年了 好久喔 大概五年有了吧 妳為什麼五年 為什麼今天才把妳的 這是一個 妳們知道一下這個三維級 三維級是真的…不大 只有大概B而已 妳真的看起來不像耶 怎麼可能 妳怎麼做到了 真的 現在擠一擠 隨便都有好不好 是嗎 那個佩甄擠可能到F 沒有啦 是因為我覺得是型好看 然後加上她可能腰也細 所以就會看起來好像特別大 因為她四肢 慧如的四肢也細 是瘦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很瘋 所以平常沒有擠的時候 根本看不出來 一擠的時候就看得出來 而且我今天很近的看才發現 上面還有紅紙耶 對 手工紗 它的擠座上面有紅紙耶 真的喔 真的嗎 這字 好特別喔 不是… 我越來越說越來越 不是… 不是啦 因為我最近也要研究手相雙 手…手相 那是手相很雙 妳要小心 妳要我那個的心情妳不要 有沒有看過這種 是智 沒錯 而且是凸出來的 凸出來的 而且真的是紅色的耶 妳摸摸看是智嗎 好啊 好實在的一顆紅智啊 憲哥哥 憲哥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嘛 真的嗎 對 真的 好妹子也不會玩一下 所以 其實他們兩個在藝能界裡面 滿久的時間 但是定位不是很清楚 這一點我覺得 今天來了剛好 我們好好聊一下 好啊 對不對 看你是要高主持呢 演戲呢 乾脆就是艷辛直接就是對不對 那個寫真書或幹嘛 就脫了 或者電影 我等一下有一部電影 你們兩位誰願意就誰來演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是什麼樣的 也是要問清楚喔 有… 各位 我講到名字你們一定很感動 怎樣 練練青島 好適合我們喔 我剛才覺得很愛青島的 不…妳聽我說那個戲是要怎麼樣 妳看 為了那個戲是必須側面全裸的 輕微漏毛 漏毛 輕微漏毛 對 憲哥 這個是一個AV片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因為他必須要裸露 裸露才知道就是說 你這麼 你脫光光洗澡的時候 叫的是另外一個男人 所以他很難過 很震撼 這個是很震撼 我不能穿著泳褲洗澡嗎 你是導演嗎 拍座做的吧 誰會穿著泳褲洗澡 你還穿著束褲洗澡 憲哥 你是導演嗎 我本身是攝影師 千萬不要去拍馬 沒有 妳聽我說我是導演 我是導演 我是導演 好不好 好不好 這是題外話 你是男主角嗎 對 男主角是誰啊 我跟你講 如果現在是男主角就好笑了 就好笑 絕對好笑 就變戲劇 純粹當導演好不好 真的是就看到鬼 好 我們現在細說從頭聊一聊 兩位怎麼出道 我啊 我是當模特兒出身的 以前當模特兒 對 我去學校畢業之後就拍廣告 然後拍了一段時間 我看到所謂冷凍這一段是 你說有被公司冷凍了 現在這家公司嗎 還是 就是 對 因為…沒有 因為以前妳在 趕快跳槽啊 那這家不行呢 妳現在正在被… 妳現在正在被冷凍喔 不是 現在被冷凍 這家被冷凍 對啊 那怎麼還出來 就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剛從模特兒轉進演藝圈 因為在模特兒的時候 妳是被捧在手掌心上 就是所有人都是把妳弄得好好的 所以當妳進一圈 到演藝圈的時候 妳就很不習慣 妳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妳都被冷落 然後公司就是說 妳要先把自己放下 妳才能夠在這個圈子走下去 所以就有一段時間 就比較沒有工作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簽這個公司 然後進演藝圈的時候 我一個月的薪水大概才 一萬兩千塊錢 那也比如花好演 如花 對啊 對啊 好可憐喔 如花是聽說那麼長的時間 才領了 對啊 好可憐… 還故意要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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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意義嗎 不知道喔 妳怎麼出道 我看嚇了一跳 她說以前是從工作人員 對啊 真的 是嗎 我那時候 這麼美艷的工作人員 怎麼可能 我跟NONO是在同一個電視台 那時候她是最做道具 對啊 然後我是在發通告的執行企劃 真的嗎 真的嗎 發了很多通告 然後後來又有在這個 娛樂新聞裡面當那個 等於是外派的記者 外景主是 還有西洋…跑西洋線的記者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做幕後 然後只是說在幕後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說 我們少一個零食演員 或少一個什麼外景主持人 就妳來了 妳的洋文講那麼好 妳是在哪裡學的 我在華盛頓大學 我是西亞在西亞圖念學 是嗎 不是啊 不就我們家老大的學姐了 她也在華盛頓下圖嗎 可能明後年就會念那個華大 真的啊 UW 那就可以當我的學妹 剛出道的時候這個外景主持人 還有當外景主持人 對啊 我自己化妝 自己帶衣服什麼 倒貼的啦 哪個都倒貼在做的 因為那時候賺得很開心耶 因為等於是我額外的薪水 對啊 額外的收入 所以那時候覺得 有五百塊好開心 希望大家多多叫我這樣子 Nono還不是道具出身的 對啊 兩萬塊做到死 對不對 還有什麼 然後他們都靠 比如說訂道具啦 借服裝 然後從裡面A一些 好A 好A 比如說那個道具 這個都八萬嘛 就報十二萬 十二萬人家老闆會殺 殺一殺他自己在A兩萬 那十萬成就A兩成左右 妳有A到什麼成功 我哪有 我就發通告而已啊 我為什麼會出來當藝人 發通告可以在快樂營拿回扣嘛 快樂營 你說四星間贏到喔 沒有 那時候很笨 他們回扣是給一成 就是說妳這一年用了譬如說100萬 然後回扣一成十萬這樣 真的還假的 妳怎麼是啊 我都知道 因為我都有A嘛 有 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很單純 因為那是我回台灣的第一份工作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常常在幫藝人 譬如說今天我們發到憲哥 憲哥幾萬塊 講說憲哥講沒幾句話也 對啊 就可以拿幾萬塊 我也要當藝人 對 那時候就有這樣的心態 真的嗎 後來是怎麼樣突然間 妳就變成一個藝人 因為一開始 製作單位把他當空氣 當空氣是什麼意思 就擠壓他 把他當個屁就對了 你不用那麼臭的空氣嗎 真的嗎 還回家痛哭流涕我了嗎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當助理主持人 然後總是會把那個最爛最臭 或者是最沒有人要演的角色 或最爛的衣服給我穿 然後都是最早一個到又最晚走 然後中間每次就是 大家在那個吃飯什麼的 也沒有人要叫我吃飯 都是我自己去撿那個就是 冷掉剩下的便當 真的有這麼誇張嗎 就是大家都在忙 然後可能因為我是工作人員出身 所以他們就也沒有想說我是 藝人 就還是把我當工作人 就是還要幫忙拿道具什麼的 我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但是這個叫什麼呢 一句話送給你們 各位 人一定要在體制內成長 體制外發展 可能妳在原來那一家公司裡面 妳做的工作是這個 對 妳做的工作是這個 人家就是不會把妳 對 對 就是還是幫妳看做事公園 就還是覺得妳就是這樣而已 反正妳就是來擋著仙這樣子 對… 所以妳看這樣也是過來嘛對不對 那慧如聽說是 她應該是有一段時間人家以為 在香港 我 不…我是說逆女那個時候 跟六月嘛 對 我一直以為妳就是個 我非常喜歡妳在逆女那個角色 其實那個角色 其實對我幫助還滿大的 兩個人就是幫妳轉型 對 幫我轉型 就是…大家看到那個 我在那部戲裡面 角色就是好像演得很自然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那個角色 不是我個人演得很自然 而是所有人 包括導演 到工作人員還有六月 每個人都是就是很投入 兩個女生妳說 不過女生看起來舒服 妳們兩個怎麼樣克服 就是說第一次 比如說女孩子我們還可以接受 對 妳跟六月兩個然後就 不熟 然後不熟的狀態 唇對唇 對 然後就 而且 不只唇 還有吻到胸這邊來 那個吻必須要很寫實的 對 怎麼做得到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說要拍這樣 這一場戲 對 然後是 其實這場戲是還滿後面才拍的 然後後來到了現場之後 導演就坐下來跟我們兩個聊 他就說 他就在問我們說 是不是應該有這個需要 然後我們就說 導演我們都尊重妳的意見 然後導演說 可是如果拍得太入骨的話 因為是電視 怕尺度上又不行 結果最後我們說 導演你到底覺得 他說可是我覺得 如果少了這個東西的話 好像少了一點點感覺 沒有 而且是重要的感覺 沒有到 對 沒有到 所以導演就覺得好像需要 然後我們就二話不說 就說好 然後我們就去刷牙 但其實那場戲 其實應該是我主動要去親六月 但我真的很害怕 就是我沒有辦法這樣 然後… 結果後來六月親我的時候 我就一直躲… 導演說卡 你不可以再躲了 你躲的話那就不對了 對 就躲不見了 應該是兩個相愛的人 對 然後妳就看到我講 結果後來變成六月過來引導我 就是一開始 我們不是那麼直接就在嘴 可能就是先撫摸 然後讓對方好像很輕鬆 妳有打麻將喔 讓對家 對家 對家 上 後下一次 以後小心就講出來 對家喔 讓對方比較放鬆 讓對家比較出來 而且下家妳也要注意要盯牌 對… 對喔 對 這個就跟我那一天講妳還記得嗎 可是去打麻將嘛 怕我媽知道 回來 然後早上 你看 六點多快七點才到家 又趕快偷偷摸摸 然後我媽已經起來了 弟弟啊 妳剛去哪裡啊 我說 沒有啦 我剛起來這樣 我想騙她這樣 是嗎 現在幾點啦 我說媽 七餅啦 我說 太明顯了吧 對… 就是老狠面子因為全部都麻麻 對 妳就很自然就回答 現在幾點啦 七餅 馬上還抓吧 抓賽… 所以妳就演了那個角色 聽說引來很多這個蕾絲編 對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演了這個角色之後 有這麼多人注意我 有很多T都超愛妳 對 一直到了我們辦簽名會的時候 有市場 對啊 我在想 可是清一色都是女生 對… 因為他們都T 然後對在他們眼中 妳就是最正的婆 對 而且我又是最後自殺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可惜 是悲劇角色都很引人注意 都會很引人注意 幫我拿個那個 拿個那個… 安全之吻 不是啦 跟誰 安全之吻 有可能 兩個女生還會幹嘛這樣 我們今天有安全之吻喔 是喔 當然妳也可以選擇吻 男生就沒挑戰性了 對 好不好 女生 兩個都沒有什麼意見 對 對 但是 我跟你講 但是要穩得美美 但是要有那個情境喔 有那種相愛的感覺 對 相愛 佩晨 前面一段詞很簡單就是說 相愛這段路走得那麼辛苦 但是我要說一聲謝謝妳 在這一路走來 妳對我始終如意 媽 然後就… 然後就過去了 這樣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很難喔 這個高難度的 對啊 兩位 這螢幕的 女女處 誰講 兩位都可以講 妳們交叉 我覺得我今天的裝備比較像T 妳就當婆 好 Action 佩晨 這些日子以來很謝謝妳 因為有妳在我身邊 只有妳最懂我 所以我覺得 妳是我這輩子 最不後悔的選擇 露露 妳口水還可以噴到這一邊 皮膚不是比較Man一點嗎 妳口水竟然會噴到這一邊來啊 露露 來 好 Action 露露 妳剛剛講的那些話 我都懂 我也希望我們可以長久的走下去 怎麼樣 等一下 我覺得那個 妳主動好了 我開始害怕 對啊 妳怎麼揍不來呢 Go Oh my God 好害羞喔 我的媽呀 我可以留妳的字 妳可以留給我當時的感受了吧 真的 她親你們親的地方 沒有啦 我只是看一下有沒有 真的 不錯… 好害羞喔 專業…這個就真的是不錯 是真的難耶 其實我覺得 妳只要把對方當成男生 一切都很OK了 我剛剛沒有把他當成女生 心理因素啦 對 心理因素 妳走不過來嘛 而且因為又還滿熟的就是 對 突然要做這樣的動作 妳看 這麼說來兩位其實你看 這個跟六月親嘴或幹嘛這些 為了藝術的一個表現 他們都願意 對不對 配稱來講她是等於是幕後出身 她更懂得珍惜 是啊… 這個樣子的話 照理講兩位應該就是說 都有某一個程度的成績 慧如為什麼要到香港 就已經做得還不錯 為什麼 香港 公司是認為說我可以開大陸的市場 內地市場 是嗎 所以就想說讓我去嘗試一下主持 其實那時候剛去的時候 人生地不熟 一個朋友都沒有 然後其實那時候生活過得還滿苦的 就是每天都會打電話回去哭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回去 我不想做 我不想在這邊 因為很可憐 沒有認識的朋友 然後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是可能有家事了 我就覺得好 我為什麼要這麼 這麼可憐一個人在這個地方 慧如是一個人住嗎 我一個人住… 對 很無聊 對啊 很孤單 而且很可憐的是 我過去的時候 是還沒有找好住的地方的 就是因為我是先去大陸拍戲 然後直接就進香港 所以一切都很趕 所以到了香港 是沒有找到任何住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電視台那邊就有一個飯店 然後就說給我兩個禮拜的時間 讓我這樣自己去找 我去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要自己去找一個環境 其實對我來講還滿困難的 好辛苦 而且香港那邊消費又高 其實住真的很貴 你又會覺得說你要存錢 有賺到一點錢嗎 有 其實有的 對 唯一有賺到就是錢 就是因為你在那邊 你花費變少了 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怎麼樣存錢 還有寄家用回家這樣子 對 佩甄也聊一下 佩甄聽說也是差一點 離開那個…演藝圈 我那時候 我其實也不算退出演藝圈 應該是說 我就不做這一行了 因為我幕後最後我就去教英文 因為家裡也不是很贊成 我走目前 是嗎 就覺得很不穩定的感覺 他們就說你就去教英文 就去當老師 因為我們家裡長輩所有都是老師 都是教授 都是醫生 所以我做這個行業對他們來講 他們會覺得是 就是 不是很正經的一個行業 了解 所以那時候也有一些革命 不過現在的成績兩位滿意嗎 還要更好啊 我看你們就乾脆就接了這個 練練青島 練練青島拍完不好那認算 練練青島本來第一女主角 要考慮是誰你知道嗎 誰 龔立耶 真的假的 對 那又怎樣 導演都我了還會怎樣 那還真的找龔立啊 對啊 我沒考慮 這樣你就會敬砍城 對啊 那我們要怎麼樣競爭 才有可能去演那一集 你們就慢慢考慮 先看劇本嘛 跟男主角兩個滾… 畫面然後一個斜坡 兩個一起滾下去 好好玩喔 我為了這個整個手都受傷 你看 你自己有滾過 我滾過啦 是跟你滾嗎 對啊… 整個畫面Feel都沒了 不是金城武嗎 開了 不能跟憲哥拍那個乾淨戲 跟憲哥滾會滾很快 蔣瑋文 我會不會轉太快 我會點了 突然你嚇一跳 妳跟蔣瑋文在一起多久的時間 我們在一起啊 四年多的時間 太久的耶 四年多都是跟蔣瑋文 對 等於是我進 開始進演藝圈就跟他在一起 這樣喔 是他開拔妳嘛 兩個人就用英文交談 慢慢就在一起了這樣 對 因為那時候我是助理主持人 然後他是主持人 然後在後台的時候 進水樓台 他就很主動 可以這樣子 他就主動跟我聊天 對啊 然後就要電話 然後就出去玩這樣認識的 久了 然後就在一起 四年多 現在還有聯絡嗎 現在有聯絡 現在也是朋友 兩個不會分手又變仇人 會不會尷尬 演藝圈裡面分手變仇人的很多 你們還是有聯絡啦 吃飯 然後幹嘛 吃飯 聊天 MSN 他常常還是會在MSN上面 問我一些有關感情上的問題 對 他就是一個很愛聊的人 我覺得我也很愛聊 所以我會 因為我比較了解他 所以他會想要問我一些 有關人生上面的大事 像他就會前一陣子就會問我說 你覺得愛是什麼 結果我會覺得天啊 三幾歲的人在問愛是什麼 妳就傳給他 愛像星期天的早晨 然後他還是不懂… 他又傳回來愛像什麼 妳就再傳 愛像擁抱著風 好熟悉喔 這哪超來的 他又問愛像什麼 愛像像什麼 愛像說話的眼睛 大笑 愛像什麼 愛像星期天的早晨 Good mor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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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像什麼 愛像擁抱著風 愛像什麼 愛像剩筆的夢 環紫色的夢幻 愛像什麼 眼睛 一定要這麼周星馳嗎 愛像說話的眼睛 這歌有聽過嗎 有 有聽過 劉文正常 開玩笑的 所以你們是還可以朋友 張孝全 誰 我今天才知道妳跟張孝全交往過 妳都不讓我知道 妳自己不八卦 我不八卦 妳這樣比較往多久 才可能一年 不到 根本沒有 半年 沒有 半年也沒有 沒有 三個月 那等於是到手就劈腿 一個月 對 差不多 在一起一個月 然後她就劈另外一個女生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這個問題是她劈那個女生 還是她其實跟那女生在一起劈我 我不曉得 複雜嗎 有一點 那女生也是圈內嗎 圈內 Yuki 妳不是說不知道嗎 對啊 妳就不知道 什麼東西 是… 又想起來嗎 那時候會感覺好像是在微信宣傳 就不會想那麼多 所以張孝全跟潘慧如在一起 又跟Yuki在一起 這麼說得到一個答案 張孝全是雙性戀 那個Yuki 不是那個Yuki啦 是女的Yuki 不是男Yuki 所以妳們兩個都叫Yuki 妳們亂找 真的 Yuki 徐懷鈺 妳比她優啊 沒有啦 其實每個人有個人的優點 也許她有的我沒有 我有的她沒有 後來妳當時妳怎麼走過這一段 對啊 妳真的就被批了 不知道自己是人家的第三者 不知道是被批還是批人的批 是不是 妳當時新聞一出來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那時候新聞 新聞一出來我是看到雜誌上 登出來的 然後已經很久了 對啊 那時候就是哭囉 就是真的每天哭 每天每天哭 這樣才一個月的時間 妳們愛情又不長 可是妳不覺得有時候 越是短暫的愛情 越是讓妳覺得美好的回憶 就是可能妳們彼此沒有相 沒有了解得那麼透徹 所以她在妳面前 永遠都是最好的 其實剛開始的那種 熱戀的就好 一年之內都是熱戀期 對 就是美好的 對 對 所以就一直覺得 她應該有給妳解釋嘛 對啊 妳有問過她嗎 妳欠我一個道歉還是什麼 沒有耶 都沒有 沒有聯絡 後來就沒聯絡 沒有… 新聞出來然後就不聯絡了這樣 沒有… 完全沒有聯絡 到現在都沒有聯絡 總該比如說 妳住的地方 有留一件她的襯衫 或者T恤 或者換洗的小瀑布 都會有的 而且我還很蠢喔 那時候就想要借顧可以再看到她 然後我就把譬如說 她可能留在我車上的CD 我還很幼稚的說 我現在拿到妳家去還妳 好 對啊 然後她說妳要不要上來 上來 妳要不要坐一下 她就坐一次 她就說好 那妳就放在 就坐一下 坐一下 聊兩句 她就說妳就放在我的摩托車上就好 還滿覺得 妳很慘耶 妳怎麼那麼笨 是 還滿笨的 很笨 還滿笨的… 所以這個到現在 還是一團迷霧就對了 但其實說實在現在來講 我已經不會想要去回想這個問題 我看得出來妳比較愛她 她不是那麼愛妳 在這一段了 在這一段 她整個雙魚就是會很夢幻 因為其實我們那一段 經歷了很多的風風雨雨 因為畢竟我年紀比她大 妳還比她大 對 她好像都喜歡 她真的很大耶 她真的年紀很大 她都喜歡 哪有啊 大 她都喜歡比她大一點的女生 不小 我沒洗過三分吧 我說她年紀小了 可以比她大一點 然後 是嗎 對 對 所以 所以其實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反對 就是雙方的公司都很反對 包括知道的朋友都很反對 對啊 然後… 最後我們還是排除萬難 然後在一起 但是後來還是分手這樣子 妳可以接受嗎 我們來分析那個男的心態 佩晨 妳算是個火辣有物 有沒有 對 未表 是… 這種處理好就馬上迅速離開了 這什麼心態 妳… 就是 只是為了要處理 我覺得有一些男生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 沒有…因為畢竟大家都認識 他這樣講太直接 就是有一些男生不懂的 比較不懂的拒絕 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他覺得真的不錯 好像就也動了心 有些男生是一直會在動心的 一種狀態當中 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屬於這一種 還沒有定性的 所以他看妳也沒有拒絕太多 怎麼是這個樣子 就是他… 就是轉身抽事後菸的時候 他的背影是 背影怎樣… 像朱志欽嗎 一不小心把橘子掉了一滿地 我啦 就是說妳會接受這種男生嗎 感覺是一夜的 人家搞不好 搞不好人家是這種男生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惠如的想法 因為他當時正愛到了 對 所以也會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 那麼快就兩個人在一起 因為我們曾經拍了兩部戲 我們是在第二部戲的 最後才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不是說 一開始拍戲的時候就在一起 所以是這兩部戲當中 有相處過後才知道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很風趣 而且很靦腆的一個小男生 對 妳會接受One Night Stand嗎 我不能接受 如果有一天 劉德華我可以 對… 不…有一個晚上 在我朋友的夜店裡面 然後妳微醺 突然間湯姆克魯斯 的電影正在電視台 好煩耶 別讓我一起的希望 我可以聽想像他走進來 Mission Impossible正在演出 妳已經迷蒙了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男的 親拍妳的肩膀 妳轉過來 是我本人 我 憲哥 你也來玩喔 你怎麼那麼清醒 你看到憲哥就清醒 妳不能接受 你別到衰啦 每次到那個 每次到夜店都沒搞頭 我比NoNo沒搞頭 對 憲哥我就 沒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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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了嗎 憲哥可能太有精神了 那個佩真… 妳應該有發生過One Night Stand 我 我差一點 差一點 在國外的時候 是差一次還是差一點 差一點 因為那是在希臘 不是 對 希臘 是希臘 義大利 我去義大利好浪漫喔 在義大利的時候 然後那個男生真的非常非常的帥 義大利男生超帥 對 我剛好沒有趕上飛機 因為他們天氣就不好 所以飛機不能飛 在米蘭吧 大概 對啊 都待了三天 威尼斯都待了三天 威尼斯就更浪漫 威尼斯古董商的小開 對啊 他是不是是古董的 他是不是說他要開船來接妳 沒有… 我們是… 因為我們是工作上碰到的 古董商 難怪看上佩真 為什麼 就把他當古董 值得珍藏 值得珍藏 點癢 棉籠 好 後來… 對啊 後來就是 因為那三天就變得沒有工作 他就帶我去威尼斯各個地方玩 然後玩一玩之後就帶我到他家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他其實是那個 唱獅子王那個男生 突然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 Lion King 唱Lion King那個 那個… 對 長髮捲頭髮 對啊 叫什麼名字啊 是Michael Bowden嗎 不是… Michael Bowden那個 好 重點不是 好 反正他就是他的乾兒子 就是環境非常非常的好 OK 對 然後就是看他家 就是完全就是在那個 古堡運河旁邊這樣子 對 那時候真的有一陣的意亂情迷 他有沒有說等一下我去換一下衣服 誰啊 你就換一下馬甲把自己撐起來 沒有啦 可是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我跟他聊很多有關我的想法 然後譬如說他們 他會覺得說義大利男生就是愛玩 他也直接說義大利男生就是愛玩 然後結婚對他們來講是個笑話 什麼的 然後講到那邊我就覺得 對 我覺得應該玩得很猛 就有點害怕 就想不想得病回台灣就算了 是嗎 對 對… 不是因為怕痛 其實 為什麼 那意思是說 譬如說他 會怕被你的聲音 對 會痛 或是放了感情離開的時候 心會痛 會受傷 會痛 會痛 對啊 兩個來自己講 自己演 然後自己偏視 也好考慮我們的感覺 沒錯 開玩笑 所以這有時候 所以你說他們遇到這種所謂的 一夜情還真是看對象 對 看對象 唐姆克爾斯妳不要嗎 來一下妳要賺到 我告訴妳 對 對啊 也不過就這樣嘛 是不是 但接著下來我要這個了解一下 你們的路線 你們兩個其實都是很開朗 活潑可愛的女生 對 我要考驗一下你們的校功 校功 校功 搞笑的功力嗎 娛樂事業就是要讓人家能夠 笑得出來 開心 人家要是笑得出來的話 代表你們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妳看是講冷笑話也好 妳表演 做任何的表演或者逗她笑 什麼都可以 有三位 只要能逗出當中一位 她笑出來的話 妳就算畢業了 真的嗎 我也承諾將來有這個節目的話 練青頭 可以跟妳們一起來這個… 好不好 真的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這是最好的機會 好不好 這三位我一起來介紹她們 歡迎小葉還有金榮還有高 來 有兩位…小葉跟金榮 歡迎 不孝達人 來 請 這兩位 等一下我給 什麼叫不孝達人 這兩位是一輩子都沒笑過的 真的假的 這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算是孝女白琴 對 妳叫什麼名字 今年 今年孝女 今年 今年孝女 去年耶 今年 妳本來不年 妳是半今年 今年 今年 今年孝女 她專門做號碌就是 人家有出這個松鼠的時候 她對她空間有別的 這樣 要哭 要引導家屬哭的 懂 第二位我們也介紹一下 來 跟大家說哈囉 妳是 鍾馨哥好 還有我們美女好 還有我們兩位來賓好 好 我是小葉 小葉 小葉妳的是 工作室 就是告別式私宜 家屬哪裡什麼那些是吧 那真的不能笑 了解 那真的是不能笑 第三位 還有 妳重呼吸 重嚴肅了耶 是…你們要讓她笑好不好 來 歡迎這一位 她算是我們 我們是特別邀請她來 她叫小高 妳們叫小高 高威 她本身是 高威 重度憂鬱症 其實事實上是躁鬱 重度憂鬱患患者 高威來到我們現場 來…請退休 來… 幹嘛把她防死 好壞喔 她會攻擊人嗎 為什麼要把她防槍 她會咬人是不是 因為她會攻擊人 真的還假的 憲蓁妳應該正貴一點 憲蓁 先交給妳了好不好 我現在要做什麼信息 看自己已經笑得很開心了 讓他們開心就對了 對 好 比如說妳唱歌或什麼 表演 妳就在這個角度好不好 這樣 在這裡 這個角度 他們會看著妳 一旦他們笑出來的話 代表妳就成功了 好 憲蓁加油 我覺得妳做得到的 好 壓力好大喔 而且我覺得小高不像那個 憂鬱症患者 她比較像變態 她眼神好散 有點邪 不好意思 上節目 隨便講 好 要不然就讓大家開心一下 因為平常你們壓力就是也滿大 在工作當中又這麼悲情對不對 看到我就是後到頂一人 就是要開心一點 我帶來一首歌曲好不好 讓我們開心一下 來 放點手舉起來 來 我們帶來這一首 這是小甜甜布蘭妮的歌曲 就Oops I did it again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動好不好 這也是比較快樂的歌曲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動 Come on 怎麼感覺有自己在 Yeah… Yeah… I think I did it again I make you believe We're more than just friends Oh baby It's my thing that I crush It doesn't mean That I'm serious Cause you are my senses But it doesn't You mean Oh baby baby Oops I did it again I play with your heart I lost in the game Oh baby baby You think I'm in love And someone above I'm not that innocent 因為英文的可能大家聽不太懂 對不對 自己演得很High 妹子 什麼 很嚴重的失敗 怎麼會這樣子 趕快就撞招…出來 對啊… 因為我覺得英可能是 出動招 Give me a tempo… OK 現在 我們來唱中文的好了 因為剛剛英文大家可能聽不太懂 對不對 來 Yo… 大家起來 我又做了一次 我讓你相信 我們不只是朋友 起咕… 我又做了一次 我又做了一次 讓你相信 我是認真的 Oh you think Yo… Give me a tempo Come on 把他手舉起來… Yeah… Yeah…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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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Yo… 給他一個TEMPO TEMPO 對 我整個累了 好嚴肅喔 怎麼會這樣子 對 我這招招是出錯 來…慧如改妳看 慧如交給你 真的 好難喔 非常的嚴肅 我跟你講 這個全世界最難的是 讓人家笑 對 讓客人哭很容易 對 讓客人笑就很難了 請準備 預備 Action 那個光頭的 有反應… 可是他剛剛也是這樣看 你看我好色 你好 你好 抽水灘人 妹子 妹子 我看我們只能出中招了 兩位 哈囉 看我… 他哪一隻都有動表情 我來試大話 我真的很想試試看 你有什麼辦法 Oh my love 他一頭都好笑 他剛剛就很想笑 好 有了… 準備了 柔柔呢 他頭到柔柔呢 沒有 奇怪 他說一口腹不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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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 所以你看 來…你看 你好 你好 我這樣很多貼車基金人們想說 好笑在哪裡 你們在打猶豫這樣亂嘴 好笑在哪裡 你知道我們這樣打 誰會第一個笑你知道嗎 誰 因為他 因為他知道不笑會被打死 好笑 好啦 掌聲鼓勵 有啦 這個也有錢 好笑 謝謝… 好笑喔 謝謝… 來…小郭自己出… 太開心了 兩位好好加油好不好 好 希望看到兩位有更好的一個成績 希望兩位有更好的表現 謝謝我們佩甄還有慧如 謝謝…